來 再緊一點 再緊一點 已經 緊責的救完長民 六個鄉一位二十三歲男主 十五個月在消半天的縁堂 僱住完飛修 意思是為了僱下山腳的縮下館 僱下一百公尺七的山腳 睡睡兩天一枚 好家在有人經過 聽到居面下報警 小鳳對接著統治一奧出動叫車 還八到將近九十多的山腳進行唱歌 就不簡單這麼多人叫出來 真名民眾來受困在一百公尺深左右的山谷 那我們因為它所受困的位置 剛好是在一個將近垂直九十度的一個懸崖 然後甚至是凹進去的地方 我們先由吊車來將它的吊臂 吊溝 把垂直到山谷下 那剛好在吊車到達最極限的時候 剛好到達那個受困人員的地點 來 吊飛再生 吊飛再生 小鳳人員在親手看不到真頭的山腳 吹到受困難住 難住 難住已是為了困卡在山八町的塑膠館 為一百公尺的館的地方 破爐在山腳 受傷無法抵抗 這個人受困在這裡兩天一枚 沒吃飯沒喝水 好家吃命大 好路過的民眾發言 醫生人員到達這個收入民眾的位置的時候 跟他出入評估他的生命增加是穩定 但是在頭部有輕微的四零三 那因為他已經兩天一夜沒有進食 所以身體比較虛弱 那有脫水的現象 那我們把他救上來之後呢 也馬上送到我們竹山秀場醫院那邊做一個治療 那目前據了解 他的身體狀況目前都還是良好情況下 因為這面男主受困的刷卡 有在六個小半天的山雅道路邊 平常是很人經過 讓他想說沒救了 所以幸運的有幾面經過 竟然接著統治以後就算穿救 還有聽到男主的救命聲 讓救在團隊相當開心 但受困地點是將近90度的刷牌 希望對出動調查 用調過的方式 用了三點錢這麼多人救起來 記者王主主 掌握報道